大家好,我是毒昏 作为一名喜欢动物的半个游戏区UP 自怪猎荒野的首个预告发布以来 里面各种形形色色的生物就狠狠地勾起了我的兴趣 而就在前几天的11月1日 卡普空也是如期放开了游戏的PC端公测版本试玩 相信不少小伙伴已经上手体验过了吧 然而正当我兴冲冲地准备进游戏来一场 酣畅淋漓的狩猎之旅时 卡普空被联手3060笔电狠狠地扇了我两个大耳挂子 没错,你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我的试玩情况 最低画质下甚至都不能稳定60帧 好吧,只能说我的电脑确实不配 不过幸好,在此前 卡普空已经放出了足够多的预告画面 实在需要实际游玩画面的部分 也可以借我兄弟的电脑一用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简单聊聊 我对怪猎荒野目前已知新登场的大怪 在生物学设计上的看法吧 首先让我们进入漫天狂杀的天嵌沙园 说到沙漠中的怪物 自然就不得不提到一种经典的表现方式 看似平静的沙海 远处突然卷起层层沙浪 随后一只巨大的生物伴随着沙浪 从沙海中探出 像是人尽情展现它那巨大的体型 没错,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 人们往往都会幻想 身后的沙海底下是否隐藏着某种巨大的生物 经典科幻作品《沙丘》中的沙虫 便是这一类怪物的代表 而拥有广阔沙海的天嵌沙园 自然也非常适合安排这么一种怪物 沙海龙 作为海龙种的它们能够以沙为海 在沙海中近期的遨游 不得不说 沙海龙这蛇形外观钻入沙海时 就像一条条活体顿购机一般 看着可比世界中长那么大一对翅膀的角龙钻地要合理多了 在我们的普遍印象中 能在沙土中钻来钻去的 往往是像蚯蚓这样的无脊椎动物 那么 现实中是否真的具有能在沙海中游泳的脊椎动物呢 有 那就是鲨鱼蜥 这种食龙子科的蜥蜴 并具有能像游泳一般在沙海中移动的能力 这么做可以防止沙鱼蜥的身体过热 同时也可以躲避潜在的劣食动物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视频中 沙鱼蜥瞬间钻进沙子的画面 而沙海龙也花出这样的能力自然就不是 或者说不单是为了调节体温和躲避敌害了 在游戏中 沙海龙能在沙漠中制造一个巨大的流沙陷阱 让路过的生物不慎落入塌陷的熊涡之中 随后再将其猎杀 这种捕猎方式 灵感八成是来自以灵的幼虫 以尸 这类昆虫便会在沙地挖掘出漏洞庄的陷阱 所有将自己隐藏在底部的沙子中 接下来便只需静静等待路过的猎物落入陷阱 成为自己的盘中餐 与此同时 部分沙海龙的流沙陷阱连接着地下的洞窟 因此一些猎物在陷入流沙陷阱后 便会直接掉落到洞窟中摔死 就像这些雷甲龙一样 这对沙海龙来说倒也是省事了不少 轻轻松松就能囤积一大堆粮食 接着我们来说沙海龙的外貌 要说这沙海龙外观最大的特点 自然就是他们那奇异的核骨形态了 可以看到沙海龙的下颌左右分开 致使其张开大嘴时呈现出一个三角形 这种类似花瓣嘴的设计在很多文化作品中都有呈现 例如在科幻大片阿法达2中登场的阿库拉沙 便长有十分相似的嘴部造型 甚至不光是三瓣嘴 四瓣五瓣多少瓣的都有 从美术设计上来说 这么做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让沙海龙的外观更加猎奇 更有怪物的感觉 与此同时 还记得设计师藤刚耀曾说过 土沙龙的设计原型是挖掘机吗 遵照这个思路 我们有理由相信沙海龙的这个嘴部形状是参考了石油钻头 而其尾部的形状也是像结了狙状钻头 那倘若要从生物学上解释 现实中是否也具有下颌分开的动物呢 有 只不过肉眼上看不出 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蛇类 它们的左右下颌骨便是分开的 之间仅有韧带相连 这样的下颌结构再配合蛇类灵活的方骨 使得它们的左右下颌骨都能独立活动 竟然能将嘴巴张得更大 以吞下更大的猎物 除了蛇类外 虚精的左右下颌骨亦是分开的 之间通过纤维软骨相连 这样也能让虚精的嘴张得更大 以吞下更多的浮游生物 至于沙海龙分开的下颌骨 是否也具有类似的作用 那就只能等后续更详细的官方施定了 与此同时 在与沙海龙的交战过程中 它们还会从口中喷出一种 美菌开了躁动般的黑色液体攻击玩家 在皮尾厄语告中 猎人称这种液体是一种粘液 通过喷射粘液御敌 狩猎的方式在自然界也不新鲜 例如像花皮猪科的蜘蛛 便能从熬只喷射出一种粘液以粘住猎物 所以我想除了用于自卫 沙海龙或许也会使用这种粘液 来对付落入流沙陷阱的猎物 以防止它们逃跑 至于这粘液的构成是什么 是由沙海龙的什么器官 通过什么方式形成的 依然还是要等待更详细的试定才能知晓 总上所述 作为一种惊烈的能在沙海中遨游的实行怪物 大家会给沙海龙的设计打几分呢 我个人觉得还是很有创意的 可以打到8分左右 接下来要说的 便是我们任务中狩猎的第一只怪物 蝉蛙 我们直接来看它的外观造型 首先 蝉蛙额头上长了一对像两侧外涂的脚 这一点类似于蝉蛇中的脚蝉 其次 可以看到蝉蛙的下巴和嘴唇周边长了大量图刺 乍看就跟个两栖种恐怕龙似的 当然 蝉蛙这个图刺应该就是脚趾刺 而不是恐怕龙那样的外涂牙齿 而这个看似是纯科幻的元素 蝉蛇中居然也确实有一种蛙类具有类似的结构 那便是七驶五五国南方的脂蝉 在繁殖期 雄性资产会在上额边缘找出若干梅黑色的脚趾刺 它们会使用这些脚趾刺来互相争斗 以争夺和磁性的缠软地点 同时也可以在护潮期间对抗来犯的入侵者 而当繁殖期结束 这些脚趾刺便会脱落 至于长蛙下巴上的图刺能否用于战斗 目前我们只观察到了长蛙使用双手下砸的攻击方式 并不会像暴垂龙那样直接用下巴砸地 如果各位小伙伴发现了其他攻击动作也可以分享一下哦 而作为名字中带蛙的怪物 长蛇头的元素是必不可少的 长蛙这又脆又长的蛇头不仅可以进行铁石攻击 甚至还能像鞭子那样横扫进行攻击 这里我们也顺带科普哥小知识 受文化作品影响 可能很多小伙伴会下意识地认为 蛙类的蛇头是像变色龙那样弹射出去的 或是像蜥蜴那样伸缩自如的 但事实上蛙类的蛇头结构并非如此 它们的蛇头平时会折叠在口腔中 使用的时候便会像这样翻出来粘住猎物 等手后再折叠回去 而毕竟作为幻想怪物 长蛙实上当然也不乏一些不那么像蛙的特征 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它们的身体姿态了 虽然长蛙偏扁平的躯干确实比较像蛙类 但是前肢长后肢短的造型反而更像是个大猩猩 更觉得是 长蛙的前肢居然是使用指关节撑着地面 行走的时候它们也保持着这个姿势 这一时和大猩猩如出一辙 再加上长蛙战斗时频繁地使用拳头杂击 前肢关节甚至比真正的大猩猩都要灵活 更是显得它完全就是个披着青蛙外壳 却长着内容缘骨架的怪物 并且相信很多小伙伴也发现了 长蛙的部分动作模组和金狮子十分接近 也是卡布公的老传统艺能了 不过非常有趣的是 尽管长蛙后腿短小 但依然能费劲蹦出个十几米的距离 小短腿真的是尽力了 与此同时 在卡布公官网上还提到 长蛙会通过带有粘着性的拖研 将矿石粘在前足上 以此强化自身 这也是它的名字长蛙的由来 这一点我们在预告和游戏中亦能看到 长蛙会先使用舌头舔式自己的钱币 然后再就地取材让胳膊粘上矿石 终上总结 长蛙的整理造型可以说是蛙类加大星系的结合 不知各位小伙伴会给长蛙的设计打几分呢 个人觉得有创意倒不是特别惊艳 给个6.5分吧 接着我们来看看这些毛绒龙的屁兽 试问一下 大家在第一眼看到屁兽时 想到了啥呢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 是科教频道曾播出过的纪录片 《未来狂想曲》中登场的棉毛巨鼠 不知各位是否看过 因为预告中第一眼见到屁兽时 他这短矮的四肢 加黄色长毛加高高隆起的背部 实在给我感觉非常像一只巨大的长毛猎齿类动物 当然在观察期头部后就不会再有这个感觉了 屁兽的这个脑袋 呃怎么说呢 长得还真拧吧 这一脸的褶子 看着就像是沙皮狗和裸岩鼠杂揉在了一起 云子同时 我们可以看到 屁兽的眼睛上方长了两块明显的大黑斑 看着就像是一对假眼 这个造型多少让我想起了 赞熬额头上的眼斑 诶你别说 赞熬倒也是屁兽一样毛茸茸的 某些角度看起来还真有点像 不知这是不是单纯的巧合 而除了壮硕的身躯 浓密的毛发和怪异的头部造型外 屁兽身上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 那便是他们的牙齿 当屁兽张开大嘴时 但是却并没有同样发达的上拳齿 甚至上拳齿的生长方向还歪向外侧 这个牙齿形态很难不让人联系到现实中的河马 河马也同样是长有一对夸张的下拳齿 和相对较小的上拳齿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牙齿构造 让我一开始还以为 屁兽是一种群居的食草动物 在天剑沙员的生态位 类似于大型藕题目 这个时候可能就有小伙伴要说了 河马不是杂食动物吗 啊这个确实也是流传很广的谣言了 虽然确实有过河马吃斑马 非洲水牛等动物尸体的记录 但这终归只是偶然现象 其实包括像山羊 鹿类的典型的食草动物 也都是会偶尔吃肉的 但我想不会有人说他们是杂食动物吧 更别提河马由于缺乏对肉类中部分病菊的抗体 大量吃肉还会导致碳菊病流行 真正的杂食和肉食性动物一般是不会有这种问题的 而后面我们知道了 屁兽其实是一种食肉动物 一般来说 使用拳齿捕猎的掠食动物 通常都需要使用上下拳齿来配合猎杀 像屁兽这样下拳齿异常发达 上拳齿小还歪下外侧的食肉动物实在是不多见 不过目前看来 屁兽的捕食对象可能大多都是像雷甲兽 顿吐龙这样体型远小于他们的动物 就像视频里这样一嘴就叼起来了 根本不需要像现实中的食肉木动物那样 专门用拳齿来处决猎物 所以相较于用来捕食那些唾手可得的猎物 个人猜测屁兽这硕大的下拳齿 或许更多的是用于自卫以及同类之间的争斗 就像雄性河马为了争夺领地或配偶互相刺牙 为何必攻击对方那样 PVE中也为我们展示了两只屁兽互相刺牙挑衅的场景 随后被首领一巴掌打断 可见这一下拳齿或许更多的是用于屁兽之间的种类竞争 当然还是要强调一遍 这些都是个人猜测 具体情况还是得等官方设定 除了硕大的下拳齿形似河马 PVE也能像河马那样将上下河大幅度张开 针对这一生理特征 游戏中甚至还专门为PVE设计了一个卡住和骨绝利的动作 这样灵活的大嘴在配合到硕大的下拳齿 使得PVE能用下河像铲子一样攻击我们 有时甚至会像这样一把插到地里 好家伙 越来越觉得这家伙设计成食草动物了 这下河能把植物跟进都给一把刨出来 最后还是打分环节 大家觉得PVE的设计能给几分呢 我个人会给7.5分左右 真的很喜欢这种身材壮硕的哺乳动物 接下来要说的生物并未在测试版中登场 仅在预告和TGS实际演示中出现过 眼尾龙 这家伙的造型可以说非常的有意思 乍看就是一只打工鸡 嗯我想不用我特别说明 光是这两张图就够直观了吧 而且尾巴上下垂的皮须 也是像起了攻击下垂的围雨 更好玩的是 这只鸡居居然不是鸟龙种 而是兽龙种 个人猜测 眼尾龙的设计灵感 或许有部分是来自今年的西幻怪物 鸡蛇 这种怪物我们之前的视频也谈到过 其最初源于著名的西幻石怪巴萨利斯克 受基督教的影响 在耳中世纪时期巴萨利斯克的形象 逐渐和鸡发生融合 延伸出了鸡蛇这一鸡身蛇尾的怪物形象 不得不说 眼尾龙这一家攻击和传统兽甲类口龙 相结合的形象 真的颇有传说中鸡身蛇尾的感觉 虽然不会唱跳ROP篮球 但是就和其名字一样 眼尾龙擅长玩火 根据官网资料以及预告中的表现 战斗时眼尾龙会先散布易燃物质 随后使用尾巴摩擦地面 以产生火花引燃火焰 从预告画面来看 原理应该是类似于粉尘爆炸 云子龙时 介绍里还特别提到的眼尾龙会和小型怪物争夺猎物 而在TGS的演示画面中 眼尾龙甚至还被几个小怪干到在了地上 可以说妥妥的兽龙种之痴了 那么各位小伙伴会给颜尾龙的造型设计打几分呢 我个人给个7分吧 确实颇有一股诡异的感觉 这次我们便把天前沙云中 已知新登场的几种大型怪给说过一遍了 至于黄雷龙 作为飞龙种的他 外观基本就是个标准的双族飞龙造型 而我们又不可能在这点时间内 为大家讲述西方龙的发展演变史 所以实在是没啥好说的了 还是等更多官方设定出来再说吧 好的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视频我们将会聊聊 在飞红森林和永游谷中一只的大型怪物 期待的话就请用一键三连来催根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